在这个赛季里面 有不少的球队给我们制造了大大的惊喜 比如东部的骑士与公牛 他们从过往几年的云南队 终于成功蜕变成如今的强队 而且公牛也在前段时间顺利反超篮网 爬到了东部第一的地位 随着赛程的深入 他们东部霸主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再比如说东部的灰熊 回想过往 对于灰熊最深的印象就是当初黑白双煞时期 就算是强队碰上他们 也得掉一层皮 如今 随着莫兰特的崛起 那一只号称西部脚屎棍的灰熊 貌似又重返联盟了 在早些时间对阵勇士的比赛中 灰熊在勇三分过后 莫杰比赛依旧打得十分稳健 因此最终成功守住主场 击退勇士 同时通过这一战 灰熊也收获到了一波十连胜 也是对时最长的连胜记录 在这一场比赛里面 莫兰特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以23投11中 坎下29分5板8注的数据 成功报了十连胜前最后一场败给勇士的仇 不得不说 这位小伙子是真的硬 尽管对面库里发挥也不俗 坎下了27分石板石柱的三双数据 但是莫兰特在最后时刻 连的5分接管比赛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吧 不得了啊 灰熊这支联盟第二的年轻队伍 在这十连胜的期间里面 他们先是通过莫兰特极限扭腰绝杀太阳 紧接着又是从头到尾按着篮网在地下摩擦取得大胜 再到现在一局挑下联盟第一 成功复仇勇士 什么叫做强队 这才叫做强队 虽然此一勇士追梦格林商圈 防守端缺少了一元核心大将 但是勇士多了汤普森的付出 能够打赢勇士 也足以证明灰熊目前的实力 而且更恐怖的是 本场比赛亚当斯和迪龙也没有上场 灰熊同样阵容不起 倘若全员回归 他们的实力将会上升一个档次 面对哪支球队都不落下风 而且莫兰特也成为了灰熊队史第一位 也是本赛季第一位连续两周砍或周最佳这个荣誉的球员 据数据统计 莫兰特上周场均能够砍下25分6.3板 6.8柱的全面数据 并且成功干功能带领灰熊取得四圣灵赋的战绩 他还只是一位22岁的小伙子啊 作为19年的保眼秀 还没出道就已经被大名鼎鼎的西安抢进风头 但是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西安抢走的时候 莫兰特场均17.8分3.9板7.3柱的数据 硬生生将大家的关注重新拉了回来 结合上如今对阵强队的表现 不得不说 莫兰特真的是一位硬汉 也是一位超级球星 说实话 照这样成长下去 莫兰特真的有很大概率 能够成为灰熊队史第一人 而且这种表现 说一句联盟未来的门面已经诞生 也不过分吧 毕竟照莫兰特的天赋来看 想要成长为康利这种级别的球星 绝对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前提是他没有受什么大伤影响 还记得传奇巨星魔术师约翰逊 曾经评价到莫兰特和库里 杜兰特 字母哥 詹姆斯一样 应该把他列到这个赛季的MVP候选人当中 这句话很有道理 按照目前灰熊的表现 以及莫兰特场均24.9分5.7把6.7助攻的数据来看 他绝对有理由入选到MVP候选人前五当中 毕竟单核的加成更大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同讨论